只怪我学义不经 调不出你独有的催眠香 不能催眠关键的证捷子 如果你还记着旧约 不肯相助 我安逸臣绝不勉强 我先告辞了 且慢 益晨君 在你眼里 我小雅惠子竟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吗 益晨君 你对我有误会 我知道 在你心中 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可怕 控制人心神的恶魔女巫 不 我没有 你不用否认 在你离开日本的前一天晚上 你也去了樱花林 你看到我催眠家藤君和村上君的情景 你对我 竟然催眠两个爱慕我 对我一片痴情的人 并让他们自相残杀 感到很震惊 没错 我当时的心里确实很震惊 但是我后来又想 你这样对家藤和村上 肯定有你的理由 这是益晨君的心里话吗 当然 你我通创三年 你是怎样的女人 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不管这是益晨君的心里话 还是安慰我的话 我都已经知足了 其实 我催眠他们两个 驯服他们 让他们听命于我 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不错 那不是惠子 早上在哭啊 过去看看 你怎么了 惠子 谁欺负你了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那个来自中国的安逸臣 我和孙上这就把他打个半死 打个半死都不解恨 你倒杀了他 彻底绝了后患 这是我和益晨君的事 与你们无关 请你们千万不要乱来 惠子 虽然 我劝服了他们两个 他们也答应我 不会再为难你 可是我太了解 这两个纹固子弟 他们早就对你怀恨在心 决定在你离开日本之前 就对你下毒手 怪不得 我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 他们突然约我 在家外的樱花林见面 说好是一帮同学 帮我送信 我还在想 他们一直都看我不顺眼 明里暗里都会为难我 怎么会突然间对我这么好 我就是听说 他们当晚还是要约你 就已经明白他们的用意了 可我左思右想 唯有催眠他们 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但是你知道 我的催眠数功力有限 只能控制人两个时辰 不过 两个时辰之后 你应该已经到了码头 就算他们清醒过来 也不能再伤害你 对不起 安徽子 是我误会你了 我当时看到那个场面 心里遗憾 我真的无法接受 所以选择了逃避 对不起 你会原谅我吗 算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